美國府, 府... 這些非法歹徒絕對不能夠容忍 譚經局, 非官首以言, 贊同謙言 各位, 還有兩天就是八五年 在八四年即將過去的時候 我們就來看看八四年究竟帶了些甚麼給香港人 記得在八三年裡面的回顧特輯裡面 我們曾經說過 八三年是被九七的陰影籠罩住的 而其實八四年也都差不多 所不同的就是在八三年裡面千頭萬歲 久前不清的前途問題 今年都得到答案了 更加重要的就是 很多件在未來幾年將會影響到本港整體的事 都是在八四年的時候開始醞釀 若說中英兩國正式簽署聯合聲明之後 香港將會踏入一個新的時代 八四年無二就是一個時代的開端 正因為是這樣 八四年裡面所發生的很多事 都是特別值得我們去記住的 在八四年大使回顧這個特輯裡面 我們無可避免也都要由中英香港前途談判來講起 首先讓大家看看幾個都很熟悉的片段 在北京連接英國大使館和大使住宅的一段八十米長的路 被香港記者改了一個名字叫做木人行 每次會談 他們都是在這段路上展開追逐式的訪問 在這裡八四年的主角是伊文氏 今年的春、夏、秋、冬 他們記者所說的事都一度成為香港的頭條新聞 在這段路上展開追逐式的訪問 不過這個已經成為八四年度的歷史鏡頭 在這段路上展開追逐式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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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八四年度九七新聞的高潮 就是十二月十九號地點北京人民大會堂 各國兩口生命不受感擾的傳媒管车施施 是中英兩國的共同利益 也是我們雙方共同的在任 中國政府願繼續奔鎖又好合作的精神 從英國政府一黨離除這一目目標的事實 趙紫陽又希望香港人同心協力 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在香港政權過渡到港人治港政府之前的十二年內 英國的責任又是怎樣 I pledge th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ill do all in its power to make the agreement a success It will be our pride and our pleasure to administer Hong Kong up to the 30th of June 1997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ighest principles of British administration 而這些一切一切對香港人來說 就是有了一個保證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在97年之後 最少50年不會改變 中英聯合聲明連附件全場大約一萬字 提出了中英雙方在十二年過渡期內對香港的安排 以及中國在97年之後會對香港採取的方針政策 聯合聲明的附件指出 到時很多方面都不會改變 但是也有些轉變毫無疑問是會出現 第一就是主權歸還中國 因此外交和國防都由中央負責 但是香港可以單獨參加一些國際性的組織 第二要消除殖民地的色彩 最高行政長官由香港人選舉或者協商產生 外國人不可以做主要部門的主管 司法的終審權也由英國而來香港 第三 97年到期的土地會以地租來代替保地家 除此之外 其他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基本不變 包括燈紅酒綠的夜生活 用北京領導人的話說 就是馬照跑,舞照跳 香港人要保持這個舞制度 我一直馬照跑 舞照跳 好 好 在中英協議正式簽署之前的一個星期 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李柱文 出席一間夜總會的開幕儀式 這個Club的開幕是一個香港繁榮的標誌 所以大家都很高興 為什麼跳舞是繁榮香港的標誌 整個不是說生活方式不變嘛 是吧 大家不是很高興嗎 現在交給香港的新聞報 對於這份前途聲明的反應 英國政府成立了民意審核處 收集港人的意見 他們認為香港市民接受這個協議 但是部分人士對能否照足實行協議的承諾 就表示懷疑 關於前途問題 現在最新的發展 就是將會成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 協助本港政權在97年順利而交 另一方面中國會成立基本法委員會 草擬基本法 然後提交中國人大通過 成為管治本港的憲法 回顧整個1984年 中英會談可以說是順著中國的意願發展 本來在談判初期 英國是同意香港主權歸還中國 但是就維持在香港的管治權 而踏入84年 英國就開始退讓 到了4月 英國外相賀為訪問中國之後 在本港宣布 97年之後 繼續在香港的管治 是不設實際的 這個時候 香港前途大局已定 英國同意中國的港人治港方案 而當時的局勢 就可以套用中方代表團團長周南 所引用李伯的兩句詩 李伯有一首詩 《青龍三家最好》 《兩岸冤生提不住是青州》 《五個壞》 在今年之內 北京的會談比較平淡 但是管港的97新聞 就有相當多的戲劇性發展 特別是兩局議員 對會談的態度和行動 經常成為矚目的新聞 《港人治港》 在年初 當英國傳出消息 說英國願意將香港的主治權 交還中國的時候 立法局首席非官首議員羅寶 提出了一項動議 說任何有關香港前途的協議 在達成最後協議之前 必須在立法局辯論 羅寶動議被中方認為是節外生枝 阻礙中英會談 受到親中輿論的猛烈評擊 兩局議員的立場比較明確地公開 就是在五月 兩局議員去英國旁聽國會辯論香港問題的時候 發表了一份聲明 對一國兩制的救賞表示極度懷疑 現在是本港歷史上最具關鍵性的時刻 而我們此行亦因此非常重要的 到了六月 三位行政局議員 鍾示員卓氏 鄧連儒和李國偉訪問北京 他們三個在會見鄧小平的時候 仍然強調他們所謂的信心問題 因為前面就沒有任何自行 你們有國會教育 你們有話都可以說 那是我要說一句 但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決定的方針和政策是堅定的 但是我要說一句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的方針 政策和政策是堅定不宜的 七月 英國外相賀維再訪問北京 之後賀維在本港透露了協議的部分內容 即是港人治港的具體安排 在這段期間 兩局議員沒有再公開強調 對一國兩制的懷疑態度 轉而接受港人治港的概念 他們所追求的 就是詳盡而有約束力的協議 到了聯合聲明公佈 兩局表態支持 說向香港人推薦這一份協議 因為這份協議比他們期望的更加詳盡 我們相信協議已經很清楚 明確地提供了一個現存的架構 給香港人作為策劃 和發展香港前途的基礎 最後是第四項 有關或者不願意離開香港的人 在態度上兩局議員和北京的關係 已經以較為融合 聯合聲明草籤之後兩天 報政司夏鼎穿著是接受邀請 率領一個政界知名人士代表團 參觀十一國慶 中事員著事和一批兩局議員 一起上北京 在正式簽署聯合聲明的當日 在正式簽署聯合聲明的當日 兩局議員再次接受邀請到北京參加官禮儀式 他們受到熱情的接待 在八二年九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 為中英香港前途會談揭開了序幕 而十日之前英國首相再次訪問北京 而整個問題也算告一段落 對於香港人來說 無論是否同意中英關於香港的安排 八四年總算給到他們一個明確的答案 其實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前 那種患得患失的心情 的確是影響到很多事情的發展 這種情況就由八三年一直延續到八四年 不過到了八四年底 當情況逐漸明朗化 終於有了一些好轉的跡象 在下一節 我們就會繼續和大家看看 在八四年裡面 一些影響到市民喜居飲食的重要事項 過一年 本港市民要面對前途的憂慮 要密切留意會談的進展 另一方面又要為了照顧生活而四處奔波 在這一節 我們就和大家看看八四年裡面 影響到市民的一些生活問題 我們首先看看住的問題 在過去一年 全港二百四十萬的公共屋村居民 是要面對幾項公屋政策的改變的 這些政策包括 單身人士可以入住公屋 二人家庭可以申請公屋 或者居者有其屋單位 新的政策有規定 公屋的戶主或者是配偶去世 餘下的家庭成員要經過入息審查 才可以留居員單位 而房屋委員會正在研究 要不要一些被認為是富裕的住戶 搬出公屋單位 到了十一月 居屋的申請資格進一步放寬 凡是臨時房屋區居民 低薪公務員 以及受清拆而有合資格入住公屋的家庭 以後都可以用綠色表格 申請居屋單位 由於居屋受歡迎 房屋委員會決定 將五千個Y型屋村單位推出發售 價錢就會便宜一些 申請公屋的條件放寬 是受到市民的歡迎 不過屋村家租就受到一些社會團體的反對 在今年八月 三十八個甲雷屋村家租 一批團體集會抗議 居民應該有被諮詢的權利 他們應該有說話的權利 而房屋委員會的委員 應該有聽的責任 雖然他們發起拒絕交新租的運動 但是房屋處就並沒有讓步 居民也都陸續交租 到了十一月 月內屋村家租的時候 反應就沒有那麼強烈 公屋評議會說 這次家租幅度比較合理 而且房屋處的作風也都開放很多 因此沒有抗議到 政府的房屋政策除了公屋之外 也都影響到私人樓宇 在五月政府放寬了租金管制 所謂豪華樓宇 就是月租大概是一萬四千元或者以上的樓宇 就不受管制 而第二項放寬 就是租金偏低的樓宇 加租率可以加到市值租金的百分之四十五 第三項放寬 是加租的計算法 由兩條減為一條 就是兩年內加幅不超過百分之三十 這次的修改受影響的住宅有四萬七千個 今年政府也修改了猜響的計算法 簡單來說 就是比以往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 這個加字經常都成為新聞的內容 加租加猜響加煤氣費加水費 政府醫院的門診費也增加 這些加價的事件市民似乎都集以為常了 不過加的士排費就觸發起一場騷動 在一月十一號 政府突然宣佈的士排費增加三倍 首次登記稅增加九成 引起的士行業的強烈不滿 港九新界數以千計的的士排長龍萬洗抗議 直到入黑, 尼敦道的交通全部癱瘓 人群愈罪愈多, 終於觸發一場騷亂 部份人乘機搶掌商店 部份人乘機搶掠商店 部份人乘機搶掠商店 我們不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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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務署長韓以利在電視上出警告 韓以利說 你說警方會用堅決的手段來對付知識分子 我們不肯定了這種狠狠 最後呢 就要對於這些非法的歹徒來說 不論事情是怎樣 這樣就算的士造成甚麼不便 但是如果造成這些刑事行為 這些非法歹徒絕對不能夠容忍 當晚警方中共抓了一百七十多人 另外有三十多人受傷 在的士事件當中 兩局議員表明立場反對政府加排費的決定 一個星期後的立法局會議 也一位非官首議員全部投反對票 他們說加稅加排費的決定 沒有考慮到對的士行業的打擊 在決策的過程當中沒有足夠的資訊 在的士事件裏面一位負爭論性的人物 運輸師施確 在今年全力推行一項負爭論性的計劃 就是電子道路收費計劃 這個計劃明年二月就會在中環這裡試驗 這樣的儀器可以記錄哪個車輛的資料 如果計劃是全面實施的話 全港口主要的街道都會安裝這樣的儀器 私家車的收費繁忙時間 最高是每公里兩個半 運輸署說有了電子收費 私家車的排費和首次登記稅都會減低 這個計劃受到私家車主的強烈反對 運輸署的官員雖然在各個區議會上 詳細解釋這個計劃 但是反應非常冷淡 至於其他的交通工具方面 火車和地下鐵都加了價 但是海底隧道加價的申請 不單止被政府否決了 政府還增加一項海底隧道通過稅 令隧道的收入減少 政府說收付加稅是希望減少隧道的擠塞 隧道的損失 政府說會儘量賠償給隧道公司 加稅後面有個空 降降 加稅之後 在隧道過海的車輛 減少了一成左右 在十月 政府又決定起另外一條過海通道 連接太古城和觀塘的茶果嶺 同時 政府也批准九廣鐵路公司 籌見屯門輕便鐵路 這條鐵路全長34公里 由元朗至屯門海邊的蝴蝶灣和三成村 車程大概要35分鐘 整個投資是20億元 完成之後 這段路的交通會由鐵路壟斷 而車費就會比巴士高一點 不過, 九巴的發言人就說 他們有能力提供便宜一點又快一點的服務 實在沒有需要興便鐵路 屯門的社會團體就說 他們最大的問題是屯門出市區的交通 而不是屯門區內的交通 而在港島方面 由銅鑼灣至太古城一段的東區走廊 落成通車 當局特別舉行了一次公益金百萬行 有十萬人參加 這段路通車之後 英王道的交通大為暢通 但是走廊的直通巴士票價就引起爭論 還要在年底的時候 東區走廊巴士票價減了一點 但是東區部分區議員就認為車費仍然太高 為了減輕青衣大橋的負荷 政府決定另外建一條青衣橋 叫做青衣北橋 連接青衣島和葵聰 而在今年 有一間醫院落成 兩間動工興建和擴充 沙田的威爾斯親王醫院在六月落成 是目前全港最大的醫院 有病床一千四百張 也是本港第一間 全間有空氣調節的政府醫院 這間醫院也會作為 中文大學醫學院的教學醫院 至於爭論了很久的港島東區醫院 終於在十一月動工 這間醫院有病床一千六百張 由策劃至動工前後二十一年 經過社會團體的壓力 興建其由原本的十年 縮短為六年 另外,觀塘價聯合醫院也會擴建 希望病床由六百多增加到一千四百張 觀塘區議會準備發動每人十元的捐款運動 籌募五百萬給這間醫院做部分的建築費 興建醫院、公路和運輸系統等等 都是比較長遠的計劃 這幾項計劃都是在中英談判的情況 逐漸明朗化之中陸續提出 五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最近也多次強調 英國在十二年的過渡期內 即便盡力管治香港 維持香港的繁榮和安定 而港府多位高層官員也都說 香港政府不會是一個所謂 跛腳鴨的政府 而在八四年所宣佈的連串計劃和發展的綱領 是不是信心的表現呢 就要看在八四年之後 港府如何實現它的承諾 譬如在八四年 政府的地政公務科就為我們設計了一幅 要動用一千九百億元來發展的藍圖 這幅藍圖的目標就是要應付香港在九零年代 人口增加到七百萬的時候的需要 其中的計劃包括要填海一千公頃 像這個計劃一樣 如果能夠順利進行 無疑會為香港帶來進一步發展 不過這些始終都是計劃 究竟八四年有沒有為我們帶來一些實質的好消息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兒 在下一節再為大家介紹 1984年也有些令人欣慰的消息 就是交通意外的數字持續下降 特別在扣安全帶的法例實施了之後 私家車前座乘客在車禍裡的死亡率 平均減少了七成 在八月政府實施了一套新的交通規例 包括更換全部交通標誌 這些新的交通標誌 就是以簡單的圖案為主 符合國際標準 車速由英里改為公里 司機的為例扣分制度也同時實施 在兩年之內如果扣滿十五分 司機就會停牌一段時間 為例扣分制度的目的 就是希望司機小心駕駛 減少意外 不過在八四年就有幾宗令人震驚的嚴重車禍 這些車禍引發出來的問題特別發人心醒的 譬如在今年年初 跑馬地黃黎衝到這裡發生的巴士意外 在一月 跑馬地一架巴士衝上行人道 撞死六個人 八個人受傷 事件中律政司沒有起訴到任何人 部分死傷者的家屬四處奔走 由日本法院民事起訴中巴要求賠償 這宗車禍 令到市民關注巴士公司的維修程序 和運輸署驗車工作所存在的問題 在七月 交通諮詢委員會成立一個小組 檢討巴士維修程序 和運輸署的驗車工作 但是就不會追究跑馬地車禍的原因 和責任問題 是 先說一下風扇 那些車窗 那些車就 行車就 跑馬地車禍 引起市民對巴士安全問題的關注 而另一樣交通工具 火車 今年的意外和故障也相當引人注意 十一月 一架空的火車在上水站掉頭的時候 違反了燈號指示 倒退撞了一個防撞石膊那裡 其中一個車卡凌空彈起跌下來斷成兩折 而司機只是受了輕傷 九廣鐵路說 這次意外是人為的錯誤 而當日這一宗的火車失事 令火車服務受到嚴重影響 自從鐵路電氣化以來 出現超過十三宗故障 其中半數和電纜有關 公司成立了一個小組 研究電力供應的問題 在今年 另外還有幾宗嚴重的交通意外 八月西環東邊街 一架滿載足資的大貨車車制失靈 流落去斜坡 撞到兩架私家車 將其中一架連人帶車撞到一間店 爆炸之後著火燃燒 貨車和私家車司機當場死了 而一個女小販在貨車流落斜坡的時候被撞死 在這宗大車禍裡面 另外還有九個人受傷 後來運輸署的官員說 很多貨車機件有問題 但是他們人手不夠 不能夠加快驗車的速度 有些災難的發生是出乎人的意料 但是有些事前已經有人提出過警告 但是沒有人理會 在九月 香港仔大生工業大廈發生五級火警 這場火燒了三天兩夜 八層工廠全部燒毀 消防員說 大廈的通道塞滿貨物 要有焚燒的時候放出毒氣的危險品 令到灌救非常困難 在大火發生之前 保險業全體 經已通知各間保險公司 找這間大廈通道經常阻塞 失火的機會比其他大廈高 因此如果買保險的話 開業要貴一點 消防處事後調查 發現有多個起火的火頭 懷疑是職業種火專家的所謂 這件案 警方仍然在調查 在十月 本港環球航運集團屬下的郵輪西賢號 在中東被伊拉克的飛彈打中 八個本港海員先後死亡 一批傷者用醫療專機 再回來本港搶救 一個在船上實習的理工學生 曾建強 身體面積百分之九十五被消傷 他跟死神搏鬥了五十幾天之後 終於不治 今年警方有相當多令人頭痛的罪案 八四年的特點 是跟槍下有關的案件特別多 在十一月 海關人員在香港製一艘漁船上面 發現十六支槍 和一千發子彈 這些槍有多種類型 而且有三支滅聲器 警方懷疑有租槍集團 租槍給匪徒去打劫 今年最轟動的警匪槍戰 發生在一月尾 四個男人開槍打劫中環保生銀行的借款車 搶走價值五百萬港元的日本幣 警察坐車從中環開到北角 被警車攔截的時候開槍拒捕 匪徒扯戰扯走 開車在電器道那裡橫衝直撞 警匪雙方總共開了十七槍 一個十九歲的快餐店女職員 還榴彈死了 另外有兩個徒人受了槍傷 槍戰之後 警方緊張追查 五天之後大舉包圍銅鑼環 碗沙街一個大廈的單位 用炸藥爆開大門 然後發射催淚彈 再衝進單位裡跟匪徒槍戰 雙方總共開了超過五十槍 警方先後抓了五個人 兇漢的匪徒在拒捕的時候 經常襲擊警員 在年初港島有兩名警務人員信職 警長馬直留在羅辯神道 截查一名可疑男子的時候 這個男人突然用刀殺死警長 搶走他的配槍 再將走過來增援的警長 謝燦開槍打死 在槍戰中 一個女學生被榴彈打傷 警方懸紅通緝 一個二十幾歲 畜號叫喪榮的男人 不過他現在仍然逍遭法外 佳齡集團鵝騙案 今年裡面有新的發展 佳齡主席陳松青 和董事何貴傳 本來被控兩項鵝騙罪 在五月被改控兩項串謀行騙罪 包括去報佳齡集團的利潤 和多宗買賣的實情 同案被控的還包括兩個回計師 和在的緊律師樓的四個律師 其中兩個律師下落不明 警方發出了通緝令 另外有個律師溫寶樹 就死在家裡的泳池裡 法庭裁定他死於自殺 另一宗控動的法庭案件 是休達成開車撞死警員鄭孟輝的官司 罪故法院裁定休達成誤殺罪名成立 入獄四年 這件案一共審了39天 過程峰迴路轉 其中本來做證人的六個警員 突然間被控在審訊的過程當中作假口供 這六個警員的案件現在仍然在審 回顧完84年本案發生的一些大事 問題就是香港人應該怎樣去總結84年的經驗 作為85年甚至是將來發展的參考 現在香港的前途問題已經明朗化 而為港人治港鋪路的基本法也即將籌備 在這個時候香港政府正在逐步推行一套代議政制 政府在84年底推出代議政制白皮書 局部開放立法局 改變本來全部議員是屬於委任的制度 容許間接選舉的議員進入立法局 在明年香港一些社會團體 專業人士區議員和市政局議員 就有機會直接參政 這些轉變會為香港帶來什麼局面 目前還是很難預見 不過無論情況是怎樣 1984年始終都是香港 一個新時代的一年 好 時間又到了 再過兩天就是85年 在這裡我們代表新聞部的同仁 祝大家新年進步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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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